13万的预算 怎能不考虑这四款车型呢 动力强 空间大 油耗低 三大件非常的靠谱 特别是最后一款合资热门车型 优惠完仅需11万多就能够入手 这样的车卖来家用难道不香吗 第一款本田CV 它终于抛弃了它的1.0T三缸机 换上了与本田CRV同款的1.5T地球梦发动机 匹配CVD变动箱 马力能够爆发出182 这款车重达1.4吨 而它的动力推动这款车也是游刃有余 并且百公里加速达到9秒左右 驾驶感受非常的棒 油耗低至6个 而它的2.0自吸版本 使用的是亚格通款的三大件 所以并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在质量动力等方面 它表现的都很不错 现在价格也是比较给力 起售价12万9千9到18万7千9 优惠能够达到2万5左右 入门级车型现在只需要10万7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买不起亚格 那么这款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并且它的车长达到了4米674 轴距2米735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不错 三大件都一样 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第二款丰田林尚 起售价13万9千8到15万8千8 优惠能够达到3万3左右 入门级车型只需要11万5千8就能入手 价格方面还是比较划算的 并且全系都是2.0自然吸气发动机 匹配CVD变子箱 马力能够爆发出171 动力也是比较充足 推背感也是比较强烈 油耗低至6.5 这样的表现 家用来说的话非常的合适 并且这款车长达到4米695 轴距2米75 车内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 丝毫不出思域速腾等车型 并且现在这款车也是享受购置税减免的政策 半起落地是在12万多一点 如果你嫌它的入门级车型配置低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入手它的高配版本 落地是在14万多 对此你认为划算吗 第三款大众速腾 这款车也是A扎级市场中的销量王啊 上市至今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凭借着空间大 保值率高 油耗低等特点 让这款车月销量也是能够稳定在1万5到2万台 买来家用可以说是不错的选择 而新款的速腾也是再次上市 其产品实力也是提升了一个档次 搭载了1.2T 1.4T和1.5T发动机 并且它的1.5T发动机可是采用了全新的技术啊 在动力和油耗方面也是提升了一个档次 起收价12万7千9到17万2千9 优惠能够达到2万3左右 入门级车型只需要10万05就能入手 而它的高配版本只需要15万5 价格方面还是比较亲民 现在入手也是比较划算 外观方面可以说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和它的老大哥帕达特麦腾有几分相似之处 并且大灯方面也是进行了全新的升级 看着就比较时尚大气 这款车长度近4米8 轴距达到2米73 相比老款车型增加了38毫米 这已经是B加级的水准了 空间方面表现非常的宽敞 车内也是采用了大尺寸的中控屏 科技感这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对此你会入手它吗 第四款大众林度 它可能不是大众旗下卖的最好的车型 但它却是大众旗下最美的轿车 在同级别车型中 它也是属于佼佼着的存在 相比亚格 天籁 凯米瑞等车型都是丝毫不逊色 外观方面是时尚大气 现在优惠力度也比较大 起步价15万0900到19万0900 优惠是在3万5左右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并且在动力方面 全系都是1.4T加7档干式双离合变子箱 这款发动机质量还不错 技术也比较成熟 只不过它的7档干式双离合变子箱就不敢恭维了 但你要知道的是 大众的双离合变子箱堪称同级别的天花板 并且它发动机和变子箱之间的调教也是比较完美 燃油经济性也是比较可以 并且马力能够爆发至150 0百加速8秒多 油耗低至5.9 除了这些优点之外 这款车长度达到4米784 轴距2米731 只不过它的内部乘坐空间不是很大 毕竟是一款先备车 并且酷似轿跑 所以它的正负驾驶位也是比较小 这也是它的一大缺点 总的来说 这款车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超剑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